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61点 那台子期 今天上涨70点 但是结算是用现货结算 那个 可以拉近一点嘛 或者是亮度调亮一点 对对对 OK 这样子观众看得比较清楚 好 远跃的部分 今天收在9251 上涨53点 今天很明显的 这一波的一个期货 在外资的一个控制下 因为到昨天为止 我有跟各位讲过 外资有8万多口多单 那今天 外资继续再买5000口 所以只要外资持续的买超 你说这个指数 它要大幅的拉回 可能性不大 因为目前整体的台北股市 量能根本出不来 成交量顶多600亿700亿 甚至有时候500多亿 所以台北股市 目前的一个状况下 它就是这个样子 外资只要买超 它就涨 外资只要卖超 它就跌 各位你可以懂我的意思吗 也就是说各位 你必须要去猜外资的心思 我举例问各位 明天10月20号 外资是要买超还卖超 各位你可以判断吗 股市当中最早有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叫顺从趋势 第二件事情叫应变盘市 为什么连续三天的台北股市 在结算前用上涨的 对不对 把之前啊 来各位 这是礼拜一 这是昨天礼拜二 这是今天礼拜三 三天把前面上个礼拜 跌一个礼拜的全部涨回去 那怎么判断呢 从博论指标部分 可不可以判断出来 事实上是可以的 这是今天微博发给会员的讯息 今天是10月19号 早上9点08分 发给全体会员的低通解盘 来各位你看 今天是台子期的结算日 开盘在指数部分 30分线的博论指标 它仍然是延续昨天的向上 然后请问各位 如果短线30分向上的话 那指数是上涨还是下跌 各位你可以懂我的逻辑吗 其实包括连昨天 这是10月18号 30分线的博论指标 它一样是属于向上 我们把它延续到上个礼拜好了 来各位 这是上个礼拜10月14号 10月14号是哪一天 这一天啊 也就是已经面临9300点 跌了200点了 对不对 好 那时候我们跟我们会员讲 会下跌的原因 除了是日线向下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 短线30分线也是向下 好 为什么要特别注意短线30分线 我跟各位讲 这种外资控制的盘势 整体的台北股市 它就是指数在这边震荡 你不能只单单看日线 你单单看日线 你会被骗线 所以在操作过程当中 包括微博 我们在call信的部分 或者是软体的一个 就是我们告知会员 在发讯息的部分 我们都有特别强调一点 最近的台北股市 你要用30分线来看 只要30分线是向下 那这个地方就指数就拉回嘛 但是如果30分线向上的话呢 10月14号当天的时候 30分线当时候是向下 所以你会发现 为什么10月14号之前 指数是下跌的 但是10月14号那天 我特别有讲哦 我说若短线指数要反弹 30分线的不论指标 它必须转上 什么时候转上 来 我给各位看好不好 我们从远月部分来看 因为远月部分的话 明天就是近月份 就是台子的11月份 我们把它回到了 来 抱歉 S接着按到了那个电源孔 台北股市 来 我们先用这个来讲 等一下我让它重新开机一下 去按到电源纽啦 那这部分我们等一下 再重新来讲一下 从18号那一天的讯息 因为我们17号那一天 微博去看医生 所以我们的一个节目暂停一次 但是它就是从17号开始 18号的讯息我们就说 30分线它是延续昨天的向上 所以只要30分线持续向上 短线大跌不易 那这个地方如果要下跌呢 除非是30分线博日指标向下 好 一直到今天 就是今天 开盘指数的30分线 它一样是延续昨天的向上 同样的 如果是30分线指标持续向上 指数短线它不易拉回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都要密切注意 30分线博日指标啊 因为电脑不小心被微博给关掉了 所以这个地方重新开一下机 要等一下下时间 微博是想跟各位的朋友讲 30分线来到今天 已经来到了转折点位了 也就是接下来非常非常重要 这一点微博要提醒各位投资朋友 我说股市当中最重要的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叫顺从去世 第二件事情叫应变盘式 所以接下来明天的台北股市 会员朋友 尤其是博日指标的一个 使用的投资朋友 你要特别注意30分线的变化 如果明天30分线一旦转下的话 你要看30分线会不会继续向上 如果30分线不会向上 拉回的机会它会比较大 所有操作 我微博再次跟各位投资朋友讲 所有操作都必须要有依据 有依据才可以清楚 有依据才可以明明白白 其实指数的部分的判断 就用博日指标的30分线 去抓它的转折点就可以了 等一下我们中场休息过后 然后下半阶段我们的电脑开完机之后 微博会给各位看 30分线的博日指标 让各位看目前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地方 我要特别提醒各位的 在股票部分的操作 也就是说 在股票部分的操作 各位不要认为台北股市 现在已经来到了多少 来各位又要挑战9300了 没错吧 所有股票都会涨 也就是说目前现阶段 如果你买到的股票 是属于博日指标向上的 基本上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要买到博日指标向下的 这边要特别跟各位讲一下 我说现阶段不要以为来到9300点了 9200点了 随便买股票就会赚 很多股票如果是形成博日指标向上的 都还没关系 但是如果是形成博日指标向下的呢 比如说好了 这些股票非常多 请问一下 为什么奇迹会下跌 很多个股 风翔 大盘不是上涨吗 OTC也反弹啊 核大都破底 这些股票都会让各位来看 博日指标的一个状况 所以现阶段所有的操作 要特别特别注意 在9000点之上 我认为选股 才是胜出的关键 那这地方 很多人会询问说 那到底要做空还是要做多 来我跟各位讲 所有个股 会涨的股票 它跟基本面有绝对绝对关系 一家公司 如果它公司的基本面的话 是成长的 那它的股价基本上 就不会有太难看的走势 但是 我要提醒各位投资朋友 为什么我一直提醒各位投资朋友 来到9200点 9300点 你不要认为所有股票 你在这地方 你随便去买 你随便就会赚了 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4137立峰 各位可以看到 它股价长期走势 都是走空头的 大盘并不是 大盘这段时间 它是维持在高档震荡 维持在9100到9300 这边上下做震荡 但是买错股票 它是这个样子 这刚刚讲的何大 对不对 这段时间从172跌下来了 228建林 是不是 都是出现了空头走势 1589的永贯 好 再举例 像这个 这之前微博一直在讲的 32500严 根本就几乎就没有什么在涨的啦 反弹上去又在跌 反弹上去又在跌 因为这类似的个股 它们全部都是博热指标 它们的基本面都是呈现衰退的 所以这部分在节目来讲 微博要特别特别提醒各位投资朋友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在目前的一个操作 我们所选择的个股 都属于基本面衰退的 比如说好了 大致上让各位看一下 像这类似个股的话 我建议各位在短时间里面 都不要去碰触 因为这各位并不会有好处 比如说像这个 各位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成长率 从原冷-2 掉到-14 像这个 54掉到33 20%掉到8% 51掉到39 20掉到负的 各位像这种个股 我要提醒各位投资朋友 你从营收上面数字看起来 好像没什么变化 但是它的公司营运 是一直在衰退的 像这个个股 它是属于放空的标的 各位可以动个例子吗 因为它原本是成长的 却一直衰退一直衰退的 15到9% 19到61 有没有 很明显衰退的 这个个股其实非常多 45到-14 到43% 128到43% 真的是个股 我建议各位暂时都要避开 那反过来讲 如果是基本面好的个股呢 那就是选择做多 也就是各位投资朋友 你也不要怕说 目前台股股市来到9200点 9300点这边 你要做多就不敢 没有 有些个股 它博人指标才刚向上 有些个股 它的基本面是好转 比如说像这一种的 -10到15 各位 这很明显 从负的变成正的 有没有 这都是 这都是成长的个股 各位可以看到 负的到84 4到12 有没有 跟刚才我给各位看了 反过来 它是属于成长的个股 所以像这类似的个股 基本上 它是属于成长个股 各位可以选择去做多 17到36 这是成长 有没有看到 4%到62 类似像这样的个股 所以 在操作上 各位要特别特别小心注意点 那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 微博让 博热指标的一个电脑 拍了机之后 我把等一下 在期货部分的 30分线的状况 以及有些个股的博热指标 我一并跟各位 做一个完整的报告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地震了 怎么办 1 爬下 2 眼部 3 稳住 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 文康阵网 成都督步 陈老师 起步双赢专案 全面六二折 全面六二折 要数三天 第一个获打 027525868 27525868 成都督步 陈老师 以基本面加独特指标 控制风险 创造安全获利 陈老师 以期货多工 必行操作 各股波段操作 用指标 实现人生目标 陈老师 以决心诚实负责 勇敢面对客户 最大推荐 027525868 27525868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生意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和决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添 享受着片刻的明镜 Choose your own life 额排气密窗 未经许可� 超越刀 超越线 或达 中心 瘄 与 独特 宇考 柠檬 右章 在 宇考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刚才很抱歉 上半段的时候微博不小心 把那个电脑的那个 电源钮给它按到了 那像这一种电 他们都有保护装置 你一按到的时候 它就可能呈现休眠 那电脑的话 就要必须重新开一下机 所以我们刚才花一点时间 想说利用休息一下 那我们来交代一下指数的部分 来到这个地方 要特别注意一点 其实已经面临所谓的转折点了 我大概简单交代一下 不然我们时间不够来讲股票 这是今天微博发给会员的讯息 我说这一波的一个上涨 今天是台子期结算 对不对 好 连续三天的上涨 它是因为30分线的波瑞指标 它是呈现向上的一个状况下 所以只要30分线波瑞指标 它是向上 指数短线它不会拉回 所以会不会拉回 要不要密切注意30分线波瑞指标 这是很重要一点 那为什么我会说 台北股市的棋指也好 或者是指数也好 然后这边开始面临转折点 这地方要在攻它出现很尴尬的一个状况 来各位 这是棋指部位 这是棋指的30分线 好 刚才我有给各位看过 我说 这是10月17号的时候 各位还记不记得 这个礼拜一的时候 一开盘出现了击杀 击杀了白点之后又开始往上拉 当时候的30分线是来到这个位置点 也就是从30分线来看的话是低档区 但30分线后来转回向上啊 转回向上之后我就说 只要30分线是向上 指数当然不容易拉回啊 但是来到了尾盘的这个位置点 30分线又来到高档区了 所以从短线来讲的话 我就说 明天整个盘式 它将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地方 这个盘式 各位要去注意 那个它的一个脉动 因为我没有办法跟各位承诺说 明天的30分线 它是持续向上 还是说明天一开盘就向下 像微博在盘中也是非常非常注意 它的一个变化性 我希望各位都可以做到 所谓的应变动作啦 也就是说 无论这个行情指数是要涨要跌 你应该要做好应变动作 而不是看到跌的时候去追空 看到涨的时候去追多 都不是那样子做的 包括股票也是同样道理 刚才上半段微博曾经跟各位讲过 有很多股票 各位不要认为说 台北股市来到了9300点 你就随便买 不要想说 来到这地方你买股票就会赚 事实上不是 如果说你买到股票是百言 你会发现 你怎么样都赚不到钱 你这一年来你都在赔钱 大盘不是走多头吗 这类似股票非常多 我要举例的话 我可以举例几十档给各位看 只是没有那个时间 我只是要让各位知道 一档股票基本会上涨 跟下跌 它的主要原因在于 伯乐指标 伯乐指标是判断 它的一个走势涨势 基本面是判断 它长期的趋势是 未来还会走一个创新高 还是说它会创新低 什么意思 比如说像百言好了 百言也有反弹啊 也有反弹啊 这个反弹都是伯乐指标向上 各位你可以懂我意思吗 但是它一旦基本面不好 个股又形成伯乐指标向下 它就会跌 所以很重要一点 目前现阶段 如果伯乐指标向下个股 你要特别注意 比如说刚才我有举例 对不对 上班都我有举例 然后请问各位 为什么起季这一段在下跌 这个地方上涨 这边下跌 这边上涨 我把伯乐指标给各位看 你就会得到答案了 这是6285起季 这是起季的伯乐指标 各位 这样看得清楚吗 这边是向上 这边是向下 这边又向上 这边又向下 稍微把它放大一点 这样比较清楚 为什么这边会上涨 因为这边伯乐指标向上 为什么这边下跌 因为这边向下 各位有没有看到 所以如果伯乐指标向上 它有机会涨 但是伯乐指标向下呢 比如说起季好了 什么时候向下的 这一天啊 给各位看好了 我们拉近一点 这个数字 动能线83.27 趋势线83.49 27比49小吧 所以原本这个地方 都还是向上哦 到这个电线行情 这一波都还是向上 但是这一天它出现变化 它出现了向下 所以当它的 伯乐指标 转为向下的时候 就算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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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你比如说好了 昨天好了 前天 你都去买反弹的起机 但是糟糕了 今天直接 打到几乎快跌停 各位你可以动过意思吗 其实这类是个股很多 比如说 风翔 为什么风翔最近在跌 一样啊 你如果不去抓到 那个转折点的时候 你不晓得说 它的方向出现了改变 比如说像风翔好了 对不对 为什么最近风翔在跌 前面这地方 风翔也不跌啊 因为前面这地方 指标还是向上 当然指标是向上 它股价不一定会跌 但是一旦向下呢 它跌给你看 各位你可以动我意思吗 这类是股票很多 比如说像核大 这跌更惨 对不对 在这之前买都没关系 在这之后买都跌 好 为什么 我稍微把它缩小一下 这是1536核大 我请问核大 为什么会一路跌 因为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地方伯瑞指标都向下 这地方伯瑞指标是向上的 所以当这个地方是向上 它都没有问题 但是各位 这一天它出现的变化 就这一天 这一天的风翔价格 都有161块 但是我们拉近一点看好了 动能线77 趋势线79 各位有没有看到 它的动能线已经跌破趋势线 原本这边都是向上的 但是这一天却变成向下 所以当这一天代表什么 代表它的涨势 已经出现了改变 那这个改变你如果不晓得 我请问各位 161块的核大 出现的伯瑞指标向下 然后到今天只剩下127 所以这个地方各位不要认为说 来到了9200 9300 你就随便去买股票 一定要遵守一个原则就是 向上股票有机会 向下股票要避开 但是还有一点 这边要特别跟各位报告的 就是说另外一个条件在于基本面的变化 为什么 如果一家公司它的基本面是成长的 如果遇到它伯瑞指标向下 它股价虽然会拉回 但是等它拉回到一个幅度 伯瑞指标向上之后 它股价会继续创新高 长期它会走多头 但是如果是一家基本面在衰退的公司 就算遇到伯瑞指标向上 它都只是反弹 各位你可以懂我这个逻辑吗 我举例好了 举例 比如说 我们可以讲到核大对不对 好 核大为什么 之前的走势都还蛮凶猛的 然后最近的走势就继续跌 然后甚至破底 做出了头部之外破底 如果从伯瑞指标来看它是向下 如果从基本面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 它公司营运并没有真正在成长 从14%然后衰退到10% 所以像这类似公司 它如果在衰退的时候 又遇到了伯瑞指标向下 各位你就要懂得卖 各位可以懂我意思吗 很多股票它会走空头 或者是它会持续破底 不是没有理由的 那你要把它归咎为 重要一点 我认为是在基本面 比如说好了 2228建林 8月份的时候来到260 但是现在只剩下185 为什么会破底 如果是一家营运 如果是创新高的公司 它不应该是这样子 但是如果你从伯瑞指标 的基本面状况来看的话 你就可以找到答案 各位这是建林 各位我们看到建林 从原本的17到21 但是21之后却掉到18 16 14 这是什么时候 我们大概把它抓过来一点 各位6月份 好也就6月份的时候 它达到了成长来到了21% 但7月份就掉到18%了 也就这一家公司建林 各位你看哦 建林在 它最高点来到这边啊 这是它最高点 当这个8月5号之前 7月6月5月4月3月2月都是走多头 但是从这边开始建高了之后 为什么 因为它拉出 拉出出货量嘛 拉出出货量之后 开始鼓叫就上不去了 就跌下去了 那为什么在这个分界点 它会出现的之前是走多头 但是后来却出现破底 因为它基本面出现的 没有在成长 从这个部分 基本资料里面的成长率 可以看得出来 各位是不是 原本17 20 21的建林 却掉到18 却掉到16 却掉到14 所以当你发现 它公司营运在衰退的时候 我请问各位啦 为什么你涨上来 你要去追它了 从8月份的时候 8月份在这边啊 这是公布出来8月啊 8月延伸过来 你已经可以知道 它公司营运是 从21掉到18了 掉到16 掉到14了 那如果它营运在衰退 我请问各位 你为什么要把钱 在高档的时候 去买进一家 正在衰退的公司 各位你懂我意思吗 那你说基本面不重要吗 320 500 一直都没有起色 对不对 长期走空头 难道跟基本面 没有关系吗 这是百言啊 难道跟基本面 没有关系吗 1477的巨洋 从246块 现在腰斩了 请问 一家公司 大盘都还在 9200点 9300点 结果它股价 却是腰斩 请问跟基本面 没有关系吗 从负5%到 成正5%到负3 正5%到负3 这个很明显看出来是衰退吧 我只是要跟各位提醒说 不要认为说台北股市来到9200点 你随便买股票就赚 绝对不会是的 像这些个股 负2负14 52到33 20到8 这些个股 20到负的 这些个股都要避开 只是我们的时间不够 那这部分我要提醒各位投资朋友 在操作上特别要注意风行一下 那如果不知道怎么操作的 齐家股专案 今天倒数三天 请各位好好把握 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 感谢各位收看 祝各位操作顺利 本国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 陈木敦 陈老师 齐鼓双赢专案 全面六二折 全面六二折 要数三天 第一个获打 02 2752 5868 2752 5868 全面六二折 全面六三折 尘老师 以基本面加独特指标 控制风险 创造安全获利 尘老师 以期货多工避刑操作 个股波段操作 用指标实现人生目标 尘老师 以决心诚实负责 勇敢面对客户 其他这些名字2752-5868 2752-5868 城东董户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户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代金一定代出 精神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代金一定代出 城东董户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习市场 稳健获利不往不利 城东董户值得托付 零嘎2752-5868 今天来到这古色古巷的地方 要带大家远离城 叫嘎嘎嘎 蚊子这么多 小心感染灯隔热 大家一起来清除自身员 盆栽底盘 宠物饲料容器 要经常刷洗干净 避免温暖附着 雲后沟屋顶抬血槽 每周清理不足色 猜员除水桶要加盖 不使用的桶子要导致晾干 避免再次积水养纹 瓶瓶罐罐药倒干净 再回收 预防灯隔热清除自身员 大家一起来 Action